6月30日有媒体爆出在录制节目小姐不息的以前 小S突然上读下线只能暂时取消录影 到医院挂急诊 对此小S经纪人回应就是突然上读下线会好好休养 至于出席金曲奖担任班长嘉宾一时 还要根据她的身体状况而定 同时也转达外界不用太担心 不久前小S才和老公徐亚军姐姐代S以及姐夫巨星叶 一同参加周杰伦的聚会状态也不错 在席间还是气愤担当开玩笑不在话下 如今突然进医院引起不少人担心 有网友说她就是菜国操劳降低了身体免疫力 在成绩多年之后 小S今年以西地想聊小姐不息的两栏节目回归幕前 此前在多条大梁主持西地想聊时 她就说即使已经有主持十年的经验 但每一次进棚我还是感觉非常紧张 除了节目压力 她还一直在减肥保持身材 毕竟在一幕前保持好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何种病 还是希望她能好好注意身体早日康复 奶豆 速知转炼 快换 不速知 甜 快敢 快来 傾 快点